淹水淹到家里面来了 我们的木屋 我们的马路变河流 我们的年轻人 约翼 年轻人 九十年 年轻人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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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其他在台南以北东半部这边的风势 平均风已经都有8到9级以上 至于在阵风方面 蓝宇同样也有观测到17级超过的这个强风 而在绿岛是15级以上 澎湖恒春13级 而我们沿海的空旷地区 也都有来到11到12级左右的情形 所以气象鼠也是持续的发布强风 陆上强风特报 提醒大家都要多加的注意 至于在风力在降雨方面 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台风 它距离我们逐渐的接近 整体的风场上面 以银封面这边的降雨会越来越显著 所以说可以看到今天的一整天 在银封面的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 持续性都有这种比较强度比较大的降雨 中间也伴随一些短延时的强降雨 像是宜兰的这一带的 过去有出现过湿雨量超过100毫米 以及三小时在200毫米左右的这种极端的降雨 这样子花冬显著的雨势 随着台风的风场大致在白天都比较没有太大的改变 所以说整体的雨势都是持续 至于到了晚间之后 随着风场逐渐的变化 在台风的中心来到台湾的西边这边之后 转成比较西南风 那在宜花这边的雨势有机会略为的逐渐减缓起来 但是在中南部的这一带可以看到先以南部 加以南的山区会出现这种比较偏向风场跟地形有直角的这种作用影响 有一些比较强的降雨出现 而至于到了周五的清晨 在整个中南部这一带可以看到平原区这边的降雨也是有比较增多的情形 那在风场方面的变化就可以看到 主要在今天的上午台风的中心大致是逐渐接近到陆地的 所以就风场上面是一个东南部是偏东风 在海峡这边有台风的外围环流的比较偏北风的影响 这种平原区的强风会开始越来越明显 所以到了今天的下午 中心已经相当的逐渐要接近到陆地上 那这样子比较偏向正北风对于平原这边的强风的影响也是更加的明显 到了今天的晚间 随着台风的中心逐渐的要接近到我们西边逐渐要出路的情形之下 整个风场上面在东南部这边还是比较偏南风 所以风势上面虽然有比较减少 但是还是有这种比较对着地形这边的强风 而在我们的西边的这个地方 稍微留意在我们北台湾桃园以北这边的平原区 还有宜兰的平原区 这种偏东风到东南东风的影响 到了晚间的这个比较强的风势还是比较持续 至于在台湾海峡这个地方会逐渐从偏西风 转成到了周五的清晨有西南风的情形 所以在沿海的这一带呢 风向虽然转变了 但是强风还是比较持续 那此外呢也要留意在澎湖金门马祖的这一带 澎湖的风势呢 大致来到台湾的台风的中心来到它的北侧之后呢 会转成西南风 还是有比较持续性的强风 那在马祖这个地方 也要稍微留意这个偏东风所带来的强风影响 那至于在海面上面的浪呢 也是持续都相当的偏大 我们各个的海域呢 普遍都有四到五米左右的浪高 尤其是在东半部 苏澳花莲台东还有东沙岛这个地方呢 整体的浪是有观测到六米这种以上的巨浪 那甚至在花莲的浮标是有超过大约在八到九米左右 那所以说呢 在今天一整天这个海域上面的浪高 都要稍微留意在比较接近台风附近的中心的这个浪高呢 是可以来到十到十二米左右 在东半部大约七到九米 而这样子比较大的浪 也会持续的影响到偏北的这一带 那其他在台湾海峡这一带的浪 也都是相当的偏大 所以我们总结来提醒大家 这个台风呢 在今天到明天清晨最为接近 影响最为剧烈 要注意它所带来的豪雨 强风还有巨浪 那在降雨方面呢 整个东半部都可能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 而至于在山区跟北部 的这一带呢 也是有局部的豪雨的可能 在晚间开始到明天清晨 中南部也要注意它所带来的短延时强降雨 那在山区呢 受到这种比较持续性的降雨 也可能会出现滩方或是落石的情形 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 避免前往山区活动 而至于在强风上面呢 其实各个离岛以及我们的内陆呢 可能会有这种偏向内陆九到十级 沿海离岛十一级以上 那台风附近的强风呢 也都要特别留意 所以大家也要小心 可能在外面会有一些 吹落的物品或是招牌掉落的情形 非必要请避免前往 而且非必要请避免外出 行车用路也要多加的注意安全 而至于在浪的部分呢 刚才也有提到各个海面的浪 都是相当的大 所以说呢 海向相当恶劣 也请大家避免前往海边活动 以上是这一节的台风说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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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